露營區搭帳篷 駕投影機自製戶外電影院 不想搭帳篷 也有懶人露營車可以選擇 不少人趁著廉價前的補班日出遊 因為清明廉價 露營區一味難求 廉價應該一開始就秒殺 所以就可能比較沒有機會 今年清明廉價長達五天 不少人選擇往戶外跑 清靜大自然 許多露營區定位已經爆滿 清明廉價的部分都已經滿了 我們都是從三個月之前 就是先開訂 而同樣人氣很旺的 山區景點 還有迎來桃花季的台中武林農場 春藏花開粉色桃花迎風綻放 吸引遊客搶拍 清明廉價前三天 訂房全滿 直升露營區還有零星空位 從4月1號到4月4號 平均住房率是95% 4月1號到4月3號 前三天已經客滿 而福壽山農場除了桃花 還有紫藤花 預計將會在清明廉價迎來滿開盛況 清明廉價的時候 我們的住房大概4號5號還有空房 預估在清明廉價的時候 我們的桃花以及紫藤花 會進入盛開的時期 遇上超長廉價 熱門景點住宿 炙手可熱 訂房率更號稱達八成以上 想趁清明廉價出遊 從現在訂房率就可看出 大家迫不及待的心情 2022台灣季 102組樂團四大舞台 去年清明廉價首日開創 就吸引超過三萬人 今年再登場規模變大 歌迷早早考位 無天的廉價墾丁住宿大爆滿 假期前三日目前的出房率 約略九成五以上 廉價的後兩日目前訂房率 約略五成 廉價恆春半島有台灣季的 音樂會活動 所以目前的話是客滿的 不只肯訂廉價夯 連帶的小琉球 東網觀光也很夯 好可怕 今天進了吧 小琉球看海龜 遊客搶在連續假期的前一個週末 先來體驗 就是為了避開人潮 連續假期五天 民宿訂房滿 交通方面航運業者 已經做好準備加開半次 預計每天要增加七到八個船班 才能夠運輸完遊客 小琉球往返東港的船票 到四月開始要調整價格 但是目前的訂房狀況 不受到影響 而東港的大鵬灣 推出了帆船節 一樣受注目 入住東港民編小琉球的旅客 她可以五十元的低價 然後購買 相當於一千五百元的帆船體驗券 為期一個月的帆船節 搶廉價旅遊 除了一連串的海上體驗 遊艇業者和民宿業者 來合作推促銷 五天的假期 從音樂活動到海上體驗 預估遊客滿滿滿 要有心理準備 三零新聞 朱俊傑 朱宇榮 屏東報導 五三百元的 九очь 搶 fly